爸 爸 喂 你在这儿不是喊我 我还听不见吗 还弄个喇叭喊 我没弄个喇叭喊的 那你拎他干啥呀 没有 这是小四的喇叭 我给没收了 因为啥呀 嗨 是这样 这小四啊 在咱们社区 他弄了个路边烧烤 那能行吗 乌然瘴气的 我给他取缔了 喇叭我也给他没收了 你那时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我跟你说啊 爸 他这喇叭里这录音 可生气人了 是吗 是 录的啥呀 他就是那个 烤腰着 卖腰着 补腰着 蛋腰着 这就是礼拜天不是吗 我爸一会儿要来咱家 你爸要来呀 那我得赶紧收拾收拾 不是 一家人 不用那么客气 我不是跟他客气 我得把这个茶杯茶都收起来 为啥呀 要不你爸来完一走 这东西全得变玻璃茶的 瞧您说的 我爸有那么厉害吗 你爸那气势 咱街坊林这都见着过 那家 熊九九气昂昂 破妈张飞的 就别说他 就他胳膊上架那只鸡 俩眼一瞪 能把天生老鹰下尿堂了 我爸来了 我爸来了 爸 爸 听见也在呀 这是你爸吗 我有点恍惚 怎么了这是 怎么还没有那只公鸡精神投足呢 一言难定 那有话咱坐下说行不行 坐下说来 对 爸你坐这 来 来 不是 那那有话坐着说吧 我说 我说不出来 向家 其实你就是不说 我也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我不说 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 刚子 你爸和你那个金阿姨 俩人共同创业 朝夕相处一年多了吧 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说吧 哪天办起事 我帮你这样咯 老范兄弟呀 你可是我的知音哪 我用句聊斋里的话 赞美你呀 说 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这聊斋里有这词说 哎 先别走 我这些日子也没心思未及 老您嫁给魏魏 行行 我帮你魏魏 这玩意走哪都抱这玩意干什么 爸你辛苦了啊 爸 到底出啥事了呀 怎么这样了 刚子呀 哎 你是不知道啊 我跟你金阿姨 接触这一年多以后啊 我对他了解了啊 他不光人长得漂亮啊 他那养鸡厂这五年来的规模是越来越大呀 他有财富 我配不上他呀 我跟你说啊 庆雅 你这么瞧不起自己可不行 对 爸呀 没事啊 我跟你说呀 你这样 爸你挺起兄来行不行 你还是我那个伟岸的父亲吗 来挺兄 扒起头来 怕什么呀 对吧 你真诚地表达你的情感 你就大声跟他说 你说 金阿姨 我爱你 你嫁给我吧 爸你说一遍 金阿姨 哎 不是 爸 你别叫金阿姨 对吧 你得叫金鸡 是吧 你得说金鸡 我爱你 你叫金阿姨 我就是给你模仿一下 你怎么还吃我的醋呢 金阿姨 还是金阿姨 金鸡 跳给我吧 我爱你 行 我觉得行 行什么行啊 你看现在行 一会儿见着你金阿姨 她不一定敢说 谁说我不敢说呀 我不敢说我不行照 那一会儿你就说 那我不行照吧 你这是为啥呀 我怕她拒绝我 谢谢 不要把吃贝克 你赶紧说不上 我肯定是杂志的 谢谢你